失智症纪录片《由你相伴的旅程》 基隆场电影巡回 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 基隆市卫生局 基隆市立医院 失智共造中心 以及台湾爱丁顿 环胜洋酒股份有限公司一起合作 在海科馆国际会议厅办理 并且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讨论 希望民众能够认识失智症 进一步关心失智友善 以及家庭照顾者和照顾者的辛劳 我们失智照顾最大的目的 这条线最大的目的 是要让这些失智症的伴者 如果是轻度 中度 重度 减缓它的一个进展的速度 所以因为失智症的原因非常的多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失智症的再来收入 保住我们不坚固的观点来讲 我们应该在往60级 再开始老化我家的地方失智症 这才是最重要 这个支持的据点 事实上是遵随我们家庭照顾者 任何家庭里面有失能失智的 家庭照顾者都可以来使用 所以可以到我们社会处的观光网站 或是卫生学员网站都可以看得到 好不好 失智症的照顾不是复杂 它是很精致的 因人合余 我们要以每一个状况 一个因例的错 就是想要去思考说 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有时候是很有趣的 有时候是需要创业的 有时候需要你勇武 有时候你需要去诱发 他以前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这些是真正在方 是最大的挑战 然后也是觉得最让我很喜欢 做自由领域的很重要的故事 这部纪录片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筹划一年多拍摄 记录60岁的岳朝林先生 独自照顾双亲 面对双倍的压力 从彷徨无助到寻求资源 找到希望的心路历程 岳朝林表示照顾过程是很辛苦的 很多地方无法透过影片呈现 重点就是不要放弃希望 如果一路投降状况只会越来越差 有时想想妈妈当初生下我们的辛苦 照顾也是应该的 那我们除了要正面几书 情绪控管好 以后就是要记忆旁边的人 其实照顾老人家如果说辛苦的话 妈妈生我们的心 情绪先安定 其他就不要想太多 每个人都会老死想通就好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